歡迎來到健康生活愛永久 大家好 我是嘉雯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們今天要聊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過敏 所以今天現場就有我們的專家 還有我們的苦主來到現場 要跟我們一起討論這個話題 首先在我的右手邊的第一位 就真的是專家中的專家 我們歡迎柯醫師 大家好 我是柯醫師 接下來苦主一號 我們要歡迎祖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祖威 看起來完全不像病患 她病人在這種時候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Claire 嗨 大家好 我是Claire 不要看我們三個人現在好像精神異異 其實我們都深受過敏的傷害 像我小時候啊 一直打噴嚏 打噴嚏打到你覺得你的噴嚏都快要從眼睛 都要噴出來了 再加上眼睛很容易過敏 而且身體皮膚也很容易過敏 大家就會跟你說這就是體質 但是我們真的不想要一輩子都是這樣子的體質 所以我覺得一定有什麼很好的方法 盡量讓這個不舒服可以減緩 我們請苦主一號祖威來說一說 你的這個斑斑血淚好不好 其實我過敏從小就非常嚴重 像我國中的時候開始 每天都是一直打噴嚏 然後我一邊的鼻子是聞不到的東西 我也是 睡前啊 起床啊什麼的 其實都是鼻塞的狀態 所以我以前對食物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然後後來反正因為我就真的受不了這些東西 國三的時候我就有去開刀 開那個鼻中隔彎曲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說 其實開鼻中隔彎曲很有效 那等等先讓我問一下 你在開刀之前已經有這些症狀 你都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時候只有一點點的運動 可是太嚴重了 所以還是沒有什麼改變 你沒有覺得那一點點運動有什麼幫助 一點點還是有 先來問一下柯醫師 運動到底對於我們過敏有沒有幫助 運動其實對過敏這件事來講 其實幫助真的滿大 它甚至跟這個吃藥其實效果差不多 真的嗎 可是運動一定要定量 你還是有一個量 你如果說我一天去散散步 有些人覺得他這樣也是運動 可是這樣就沒有什麼效果 其實你要按照國民健康局 對於運動的定義 現在就是你一個禮拜要五天 心跳大概110下 而且你最少要30分鐘 對 這是最起碼的喔 像我們每天面對這個過敏的患者 你常常跟他們聊天 對 通常有運動的人喔 你只要請他去運動 一個月以後 他們自然而然跟你討論說 他們都好很多 那定量就好了 所以什麼內容不重要 其實你運動你不管是有氧 你無氧 其實你有持續的運動 就我們剛剛講 你心跳只要大於110下 其實就很有意義 那主位繼續說 就除了運動之外 你就沒做別的 然後你就去開刀了 開刀之後 其實那兩三年 恢復得非常好 就是完全聞得到東西 然後晚上也不會打噴嚏 可是待遇到三年之後又復發 我就開始又鼻塞 又開始了 然後睡覺打呼是一定的 所以我在學校不太敢睡覺 開刀還是 是不是也不能根治 因為我原本以為是可以根治的 可以嗎 因為主位有這個疑問 一般來講 過敏它其實是一種免疫反應 其實有一個概念 跟傳達給各位 其實過敏是免疫系統的敏感 可是免疫系統的敏感 這幾句話好像又很抽象 我們講一個很生動的講法 你如果今天說我科醫師很敏感 那你就是你可能跟我開開玩笑 我就生氣了 這樣是不是叫敏感 對 過敏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免疫系統 它動不動就生氣 像我沒有過敏的人 對 台灣以最常見的過敏人 是塵蠅來講 我對塵蠅我就沒有感覺 你對塵蠅就不生氣 我對塵蠅就生氣 你們幾個就對塵蠅 動不動就生氣 其實就是這種概念 過敏系統免疫反應 你只要沒有辦法離開過敏的環境 OK 你就沒有辦法得到解脫 很多人在過敏的治療上 我想要根治 我想要根治 這是最常見的 過敏可不可以根治 可以根治 而且不用吃藥 不用運動 是嗎 對 就是離開過敏源 對 你就住在美國 住在日本 你就好多了 那我們話說回來 這件事情其實不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對過敏的治療的想法 都是控制 過敏是慢性問題 可是我們可以控制 假設你今天是十分的不舒服 我們控制到五分 四分 其實你就解脫啦 就覺得好很多了 對 那像剛剛那個竹威小姐 她說我動了鼻中的手術 有沒有效 應該是這樣講啦 你有過敏的人 他的鼻黏膜因為免疫反應 讓他非常腫脹 所以他就會鼻塞 那我今天如果動了手術以後 我就把它腫脹的黏膜 全部移除 他就會通常 我們其實這概念是這樣子 你就跟清垃圾一樣嘛 把一些髒的東西先清掉 對…大概是這種概念 可是 它還是不停的過敏 所以垃圾還是會繼續 它會慢慢再累積 你如果說過敏 你想要偷懶 你沒有去運動 或是說你沒有用其他 控制的方法 對 你就會過一陣子又會再發 所以過敏最好的根治方法就是 換環境 所以主威開完刀之後 截至目前為止 不過敏了嗎 還是過敏 還是過敏 開刀完的那一陣子 你覺得 哇 鼻子很膨胀很舒服 可是慢慢的又長出來 所以我現在其實就是 吃益生菌 自己覺得有改善啦 然後就是更多的運動 好 那我們來聽聽 另外一位苦主 Claire的這個過敏史是怎麼樣的 過敏史真的是滿痛苦的 像剛剛主威說是鼻子過敏我也有 然後我還有另外一個是皮膚的過敏 喔 皮膚過敏也很普遍耶 對 有一次去慢跑 就是去路跑 清晨 然後是太陽起來了 開始很熱 就我太陽照到之後 我就開始全身徐麻疹 從我的大腿然後一直到我的背 就是一塊一塊紅腫 然後非常非常的癢 你只要抓它就再繼續擴散 後來我也是有去看醫生 醫生就是說可能是你對光啊熱啊 會比較敏感比較刺激 我還有去測那個過敏液 然後就像剛剛科醫師說 我也是有對塵滿過敏 一怒還有貓咪的毛 可是我偏偏又有養貓 那你做了什麼治療嗎 我是吃了很多魚油還有冰敷 我特別想要問科醫師 因為喔大家都說要驗這個過敏源 科醫師會建議大家去找找自己的過敏源嗎 然後還有就是大概普遍台灣人 大概都對什麼過敏比較多 你驗過敏源有很多的人 他其實驗出來他找不到過敏源 因為我們的過敏檢測喔 最多才100多項 那可是你的過敏源無從大喔 像剛剛那個Clear他就是 他可能他連溫度都過敏 他可能水也過敏 這種無極物光線他都過敏 所以事實上你有可能驗完 你也找不到答案 所以有可能驗完只是知道 我的過敏源沒有在這100多項裡面 對 是以外的東西 可是你說許不許好 其實以我的經驗喔 假設你是一個很嚴重的過敏源 我們還會建議你驗 有些人發現他牛奶也過敏 豬肉也過敏 對 豬肉我也有 香菇也過敏 香菇我沒有 那我剛剛講啊 過敏防護的第一守則 就是怎麼樣 遠離過敏源 所以你如果找到人就遠離他 你就會減少你過敏的頻率 如果你自己真的是一個很嚴重過敏的人 你也願意自費驗一下過敏源 至少你可能會找到你比較容易過敏的東西 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知道 你的過敏源都不在這100多項以內 你還要另外再找 所以你看像Claire說他過敏都要去看急診 大家覺得過敏看怎麼急診 真的有人就是這麼嚴重 我覺得在這裡呢 你後來看了醫生就好多了 然後吃了魚油也好多了 滋味也有吃益生菌對不對 我覺得不如請這個科醫師來跟我們聊一聊 既然過敏他就是沒有辦法 根治 最好的方法是遠離過敏源 如果沒有辦法離開這個環境 假設他就是對光對溫度都過敏的人 他沒有辦法一下子可以控制這麼多外來的因素 他是不是自己可以做一點什麼樣子的保養 讓這個狀況可以比較不要這麼嚴重 我們其實那種免疫系統 它就是我們身體的防衛菌 其實跟我們的日常生活的環境 吃的飲食跟我們的基因都有關係 你每天吃的飲食有的改變 或者你飲食有偏好 它都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引起你的過敏 那另外這個就是環境 如果說你的空氣中很多的PM2.5 就是很多的懸浮粒子 或者充斥的灰塵 這個都會可能創造在你未來形成過敏 最重要就是搭配基因 就是你本來就有這種過敏的問題 跟環境交互作用之後 最後就產生了過敏的這個結果 那我們的防護就要從這幾個面向著手 第一個我們剛剛講說食物 那我們如果知道你自己有什麼過敏源 我們就少碰這些食物 現在過敏有時候就是在想說 為什麼小朋友從那麼小就開始有 現在就是很多討論嘛 就是你少吃加工食物 懷孕的時候也少碰這些東西 少吃甜食 那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現在過敏的理論 過度清潔 叫做清潔理論 你發現鄉下的小孩子比較不過敏 城市的小孩子比較常過敏 為什麼 因為城市的小孩子 爸爸媽媽都太愛 你說保護的過多了 對 你很容易就去看醫生 醫生就很容易開抗生錄給你 接觸的病原體很少 以後讓你的免疫系統在發展的過程 它會走向抗進的這條路 你那個制衡的力量就減少了 再來就是說食物 那我們從健康營養的角度 你要多樣化的攝取 除非你有過敏 因為我們現在人 很多人就是因為都外食 他會偏食營養素會缺乏 而且你過敏有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真的是荷爾蒙的問題 或是維生素缺乏的問題 或是微量元素缺乏的問題 你就可以適度的補充你自己 像剛剛那個 你說益生菌有效 對啊 益生菌啊 魚油也有效 這些保健食品 還有維他命啊 這些你都要平常攝取 減少你有可能一起過敏的原因 其實醫師給了我們一個 很明確的這個整理 因為我們過敏的人 實在是太普遍了 然後每一個人的症狀 其實或多或少都有點像 比如說運動呀 我會吃了益生菌 Claire吃了魚油 就像醫師說的 我們盡量遠離過敏源 都可以讓我們的過敏 回到一個比較 不是那麼嚴重的狀態 因為如果我們本身就是過敏體質 這就是體質嘛 對不對 我們只能盡量的 就是控制它在一個正常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恐怖啦 就是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處理的嘛 好 給大家一些建議 然後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有些狀況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的方法 可以讓自己的身體更舒服喔 我們今天謝謝兩位苦主 跟謝謝我們的科醫師 謝謝 謝謝